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头注界面了 继续和大家来讲回来近9月8号 星期三跑马地赛马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就会和大家来买一条独赢及位置过关 三穿四的 买三关了 第一关我们会买到的就是这一场的第八场 这一场第八场就是我们的三班草地必兰 120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 这只知道系列的马笔又再出了 这只知道必胜 今次搭着潘顿和沈杂成的组合 今次看起来这一只马就是相当吸引 下回三班 潘顿再骑上去 好似来近这一场很大机会 我相信这一只知道必胜 来近这一场都会成为焦点 但是今次我都不会买到这一只知道必胜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只马 其实最近那一季表现都不是那么突出的 虽然是知道系列的马 但是我认为这一只马 尽管今次配潘顿 下回三班 背着一个顶绑133 都是非常难应付 非常难跑的 因为大家看看这一只知道必胜 之前赢马的时候 虽然是在三班 这一只马在三班赢过的 但是他背着一个绑 都是127来赢的 现在要背顶绑 背133 在三班跑很难跑的 你不要以为背多6磅好像很少那样 但是跟你说 三班的对手全部都不弱的 所以如果你背多6磅跟别人跑 随时不够跑的 所以这一只知道必胜 我认为博不过了 所以今次也是没有买到的 至于今场我们会买到的马匹 就是这一只4号的12马 我认为这一只4号的12马 就更加值得来到去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看看这一只12马的赛绩 这一只12马在上季 其实就跑了7次 在这7次里面 这一只马又跑过沙田草地 又跑过跑马地 路程方面围绕着1000到12米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只马跑12米就是最好的 他跑12米的成绩 已经是2win 2个第二 1个第三 成绩相当理想的 基本上可以是说 每次都入架禁制 唯一一次跑不出的时候 就是他排列档的时候才跑不出 其余时间只要他排列档 排列档 排列档 他也是跑得相当之好的 而且这一只12马 其实他每次在三班跑的时候 对着那些对手都不弱 大家看看这一只马 曾经在三班沙田千二米跑过第三 他当时对着那些对手也是很厉害的 他是对着大熊峰 帝豪寶寶这些马来跑的 帝豪寶寶和大熊峰这两只马 在三班非常厉害 大家看看他们的赛绩 大熊峰这一只马 上季已经是说 4win一个第二 跑沙田草地千二米三班 更加是说3win 非常之厉害 所以12马输给他都不出奇 另外 帝豪寶寶又是厉害 你看看帝豪寶寶在上季 跑沙田千二米三班赛绩 已经是说2win 所以这一只12马在这一场之所以跑第三 原因是因为他对着两只这么强的马才输 之后 其实这一只12马在5月2日 跑沙田千二米三班赛绩的时候 已经是说保重了 跑了第一 而且这一场的对手也不弱 他当时是赢了一只必长胜 这只必长胜也不弱 也不差 大家看看这只必长胜的赛绩 人家跑沙田千二米三班赛绩都很稳定 喂大哥 两个第二 是吧 两个第二 之后升了上去二班都跑了第三 所以这一只必长胜也是很厉害的 而这一只12马能够跑赢他就更加厉害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只12马 不断对着强的对手 都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赛绩 跑出来给你看 所以这一只12马真的是很厉害的 去到最近6月23号又是了 跑过第二 虽然这个第二是输给明恩赏 是吧 但是呢 他是赢了一堆实力马 他当时是跟那些战虹三千 高明进着这些马跑 这些马全部在三班都会跑的 所以这一只12马呢 其实真的挺强的 无论他跑跑马 一说跑沙田他都会跑的 都是跑得好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只12马呢 在未来的这一场呢 其实挺值得来到去拼搏的 更何况 未来的这一场这一只12马 又排回漂亮档了 排到一档来跑 基本上贴着条篮跑很轻松的 那么重要 同场的对手又不是强啦 其实比他之前对着的对手呢 已经是弱了很多的了 那所以啦 我觉得这一只12马呢 今场要选择回的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呢 就是这一只4号的12马啦 好啦 那讲完第一关之后啦 那就来到讲回我们条过关的第二关了 我们条过关的第二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七场的 这一场第七场 就是我们的三班草地B蘭 那一千米的赛事来的 那在这一场马上面啦 那我认为呢 其实实力最强 那今次最大机会的马呢 那就是这一只6号的 时事亨通啦 那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们一起看这一只 时事亨通的赛事先啦 那这一只时事亨通啦 在上季已经是说跑了九场的啦 在这九场里面 你看得到啦 跑来跑去都是一千米的 那至于场地方面啦 沙田和跑马地都跑过的 那但是跑跑马地居多啦 那所以 未来的这一场 跑回跑马地三班一千米 適合他跑的啦 而这一只马啦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挺强下的 他赛事非常之稳定 你看回他上季的成绩 他上季啦 跑三班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拿过 一个第二啦 三个第三啦 和一个第四 成绩相当之稳定的 那还要你看回这只事事亨通 最近跑的那几场跑马地赛史 其实他已经赢过同场上面很多 一只马的啦 那在这一场马上面啦 那这只事事亨通呢 其实就已经跑得好过那只 过河竞出的啦 过河竞出呢 就是未来的10号 那过河竞出都厉害的嘛 但是这只事事亨通都跑赢他 那之后啦 去到6月9号的时候 这一只事事亨通就跑第二啦 那也都是跑得好过 来近同场的齐心同行的 齐心同行就跑第四 事事亨通跑第二 所以啦 这一只事事亨通呢 其实曾经跑赢过来近同场 两只实力马的啦 那但是可能深水清的马迷就说 喂 其实这一只事事亨通在最近那一场 就跑过第九咯 就跑得差咯 那还要他输给多多保企 那还输给过河竞出哦 今次过河竞出又跑得好过他哦 那又怎么解释啊 是吧 那其实不需要解释那么多的 大家一起来看这一只事事亨通 在这一场跑成点就明白的啦 那因为呢 彭国年在这一场騎着事事亨通的时候 是输得有根有据的 不是赢得有根有据啊 是输得有根有据啊 你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他在这一场会输的 那我们一起去片看看先 好了 那一开门了 那我们一起来认一认回到哪一只事事亨通 事事亨通呢就是这里的这一只 那是黄衫红帽的 看这一只赢小小小小小的马 这只智星财星 gang 扭他入面上,以戰養戰,外面上來的馬還有一隻多多保錡 再見到大外檔,時事亨通追緊 馬林中間還有這隻過河競櫥的馬 最後一百米到,多多保錡透出了,拋離過嶺深一贏這場賽事 以戰養戰跑第二,合衝共濟第三,第四名,是過河競櫥 結果這場賽事,這隻多多保錡,其實前面那堆馬呢 多多保錡呢,都能夠頂到回來那一隻,還要扔掉了少少的 好了,那整場馬就看完了,大家看不看得到時事亨通在上場怎樣跑 你可以看得到,在這場馬上,彭國年呢,是完全涉都不涉位的 看不看得到,一開始就直接將這隻馬走三疊,轉彎走五、六疊來跑 當然是輸啦,跑法很難贏啦 所以,這一個原因就是導致這隻馬在這場馬上輸 還有,其實你可以看得到,這隻時事亨通在末段是有衝勢的 衝了幾步的,但是最後呢,彭國年看他自己衝不涉了 才收僵不騎這隻馬而已 所以,雖然這一場馬上,時事亨通的確是跑得差過 這隻多多保錡和那隻過河競櫥 但是,我認為這隻時事亨通的質素絕對不會給那隻多多保錡和過河競櫥差的 這場跑輸,完全是因為他一直走外疊,但是我當虧了,沒有跑過才輸的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只需要他跑好一點點,我認為他就贏得到了 這次,這隻時事亨通排的檔位就好很多了,排的四檔 我相信,這次彭國年,你其實這隻馬不會像上次那樣洩了吧 上次你排的十一檔,你洩都不洩 有你呀,這次你排的四檔,應該能夠洩到一個好位來跑了吧 所以,這次我看到他排的四檔,我覺得這隻馬很值得買 而且,由於上場他輸了,所以這隻馬比上次的評分再低了一點點 這隻馬的負榜,這次就會比上次再輕了四檔 這次只是揹一二零,上次是揹一二四,再輕了四檔 我認為是比較好處的 而這隻多多保錡,因為上次贏了,由上次的一二零磅升到目前的一二五檔 即是說重了五檔 那那個相距,就已經是九檔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時事亨通,好處很多的 儘管多多保錡,由班德禮換莫雷拉都好 那副榜都是比較重一點點,都是沒那麼好處的 所以在接下來這一場,我就想選擇這隻六號的時事亨通 來買回來的 希望這次彭國年有一個好小小的發揮 能夠令到這隻馬開到齋了 好了,講完我們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講講我們的最後一關 我們的最後一關就會買到這一場的第一場 這一場第一場就是我們的五檬草地B蘭 1000米的賽事來的 在這一場馬上,我們其實已經一早就分析了一隻馬給大家聽 那一隻馬就是螢光幕上的這一條片裡面已經分析了 這一條片我們就叫做如果只是買一隻馬的話 那我們會買哪一隻 那我們就可以將這一條片裡面的那一隻馬匹 就放到我們這一條過關來買回來的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還沒看螢光幕上面的這條片 那大家可以盡快來看回來的 那怎樣可以看得到這條片呢 那大家可以按右上角,像i字那樣的提示 那可以按回螢光幕上面這張圖的那條影片來看回來的 那又或者,直接按進去我們的channel 那可以選和螢光幕上面這張圖一模一樣的那條片來看回來就可以了 那那個系列呢,就叫做如果只是買一隻馬 那如果大家還沒看分析的話 那可以去到我們這一隻馬的詳細分析 那至於我們這一條過關怎樣來投注呢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買回過關方式 3傳4啦 那之後呢,來買回的彩池呢 就是獨贏及位置啦 買回一條獨贏及位置過關3傳4 來買回這三關的馬匹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對啦,那沒錯啦 那我們這條過關,這條獨贏位置過關3傳4就是這樣買啦 那如果跟我們同路的觀眾呢 那就可以跟我們買這條過關來試一試啦 那就是這樣啦 那希望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那我們這條過關呢,順利開得出 我們一齊贏得到錢啦 那我在這裏再次祝大家贏多一點啦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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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